候选人奥朗德和现任总统萨科奇 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分别获得51.05%和48.95%的有效选票 奥朗德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战胜了现任总统萨科奇 现任总统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奇 发表全国讲话承认竞选失败 这样奥朗德就成为了20多年来